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辑叫mirrors 专辑的封面我选择自己画的 也没有去选择用一些包装更好的那一面去展示出来 我觉得有些时候很粗犷的好像第一稿的那种形态展示出来 我觉得可能更能代表那个作品的味道 mirrors里面有八首歌 八个不同的面 每个镜子都代表着自己通过痛苦或者一些感受 散发出来的一个体会 一种感觉 最大的困难就是混音的部分吧 因为有些时候混音的时候 混音的步骤其实也蛮复杂的 所以里面大概四五首歌是我做下来跟混音是一些混的 混完以后再听的时候可能过一两天听的时候又感觉又不一样了 再做调整来来回回二十几次 就这特别费劲 听到某一个阶段已经耳朵根本就分析不出来了 就没有这个判断能力了 蛮费劲了 我觉得专辑里面每一首歌对我都有非常大的意义 因为是八个不同的感觉 而且这八个不同的感觉都是歌曲跟歌曲之间是没这个比较的 香蕉怎么跟苹果比 完全是不同的 虽然是水果 都是水果 但是就是不一样 你比什么呢 如果大家拿到你的新章集 你提起来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Bird Heart 未来的话 你可想尝试什么样的一个音乐曲吗 我觉得先把我现在这阶段做好吧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通过不同的电视节目 我也翻唱一些前辈的一些歌曲 经典歌曲 也尝试了这种的风格 然后一直以来做了一些说唱的音乐 个人发过的一些这种类型的 也有了一些经验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一个专辑Mirror 可以说是有点找到自己的感觉了 就找到自己的定位跟那个自我吧 通过不同的经验 总和了一个我吧 华语乐团里面你比较喜欢听一些歌手吗 哇 那多了 因为我非常喜欢听周杰伦前辈的歌 除了音乐之外 你可以去做之外的活动吗 工作吧 就除了行程 除了行程 除了音乐 都是在沟通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 因为有些时候咱们国内已经晚上了 然后其实美国那边刚起床 很多时候就会这样 所以就变成工作是不停地在进行 看到现在欧美乐团也有很多乐团的歌手吗 有一些是你最近关注的歌手吗 Ed Sheeran, Post Malone, Anderson Peck, Khalid 你觉得演唱和创作哪一部分你觉得重要吗 不同人不一样吧 就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唱的对自己比较难度高 有一些人就觉得创作的时候对自己难度比较高 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当它是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好难 这种感受一旦开始的话 我就觉得已经是一个不自然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音乐也好 就跳舞也好或者什么的也好 都是逼不了的 就是不能硬干 我看到你跟一些品牌出了一些联名款 你对服装设计很感兴趣吗 其实我觉得也蛮感兴趣的 尤其是做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服装系列 如果我以后要做的话 那我自己的系列我会明年就会推出了 这个系列就完全全的能表达听味 有那个originals的原始的那条线 那条line那条系列 然后也会有以后不同的玩各种花样的 对全都是我自己 我要设计一些东西是我会想买来穿的 这样我就觉得有那个满足感 你觉得国内和国外新的音乐环境 有什么不同方向啊 里面啊 音乐人的一些乐图 我觉得就是不同地方嘛 一个在海外 一个在咱们中国 你自己在网上看到自己最好笑的狗是什么 我最近都没有什么在看 就最近就是这几个月都是在专辑一展演 一起床就 到下一天的凌晨了 想你自己的最爱的一首歌 你第一反应是哪首歌 还没发就是在专辑里面 Bullet the Heart 那王哥你最近身材照在网上很好吗 也没有 你是怎么练出这样的一个好身材 健康就好了 而且就可能对我来说的话 我展示一个舞台出来 我是希望每一方面我都尽量做到最好的 不但是我的舞台的一个设计 一直的陪伴 然后一路以来就是从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知道我很喜欢音乐 或者我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创作的时候 你们是那时候是最相信我的 也是因为这个我今天还在拼 大家好我是王家里杰克森 我的新专辑Mirror's八首歌 希望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